经过传阅资料初步了解了这四款产品所含成分的作用 需要声明一点,我并不是研究护肤品成分的专家 因此这里的分析仅供参考 产品一般会包含基底成分,例如水、多元醇等 还有活性成分,例如抗坏血酸、氏黄醇等 还有一些其他成分,例如防腐剂、香精等 产品的成分表也是按照浓度高低来排列 高的在前,低于1%的成分可以随机排列 按照这个规律,我制作了这个表格 上边第一行是产品名称,左边第一列是成分名称 数字代表该成分在该产品中的排序 我用五种颜色将排名前五名的成分分别标出 该产品所含的特殊成分,我用跟产品名称一样的颜色标出 可以看得出来,这四款产品排前五名的成分很相似 包括水、多元醇、酒精或者变性酒精、左旋抗坏血酸 以下简称为生素C,具体的不同点我们一一来看 第一,酒精或者变性酒精 对比了四款产品,只有CEF不含酒精或者变性酒精 且这种成分在欧巴基PCF和Cellamary CF中分别占据配方表的第四名、第三名及第二名 说明含量都比较高 酒精是一种溶剂,同时也能帮助防腐 欧巴基酒精含量排第四 但同时含有防腐剂奔阳乙醇排第七 CEF不含酒精,也使用了防腐剂奔阳乙醇也排第七 虽然多元醇也具有一定的防腐作用,但普遍较弱 第二,维生素C 在PCF中排第四,占10% 在欧巴基CEF及SCF中都是排第三 分别占20%,15%,15% 其中欧巴基还另外含有VC的衍生物 除了CEF不含酒精,欧巴基的VC含量高于酒精 其余两款的VC含量都低于酒精 这不能说明欧巴基酒精更少 毕竟欧巴基VC含量是最高的,占了20% 这三款酒精含量区间大概是 欧巴基低于20%,PCF高于10%,SCF高于15% 大概就是10-20%这个区间 第三,多元醇 丙二醇与二丙二醇丁二醇作用相似 后二者被证实比前者引起过敏和刺激的风险要小 一样基乙二醇功能也类似 丙二醇应用很广泛,对绝大多数人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大家都喜欢追求更好的,潜在风险更小的成分 因此像丁二醇、二丙二醇这些替代成分就显得更高级一些 这四款产品除了PCF不含丙二醇,其余三款都含有丙二醇 在欧巴基、CEF、SCF中分别排在第一名、第五名以及第四名 其中欧巴基丙二醇含量居首,PCF则只使用了二丙二醇和丁二醇 CEF和SCF除了含有丙二醇,还分别含有一样基乙二醇和二丙二醇 这几种多元醇都位于前五 因此两种加起来,该产品中多元醇的含量可能也是最多的 从这个成分来看,PCF似乎更胜一筹 第四,其他稳定维C或者增强抗氧化能力的成分 欧巴基没有使用 修理可三款都添加了阿胃酸,该成分本身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且增强维C和维E的抗氧化功能 PCF还添加了根皮素,该成分也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CEF添加了维生素E,该成分具有稳定增强维C的作用 同时具有一定的保湿性 SCF还添加了水飞剂提取物,这也是该产品名字的由来 该成分也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还可以抑制胶原蛋白的破坏 且对醋疮有一定治疗的作用 这么看是不是觉得欧巴基是单纯靠加量来获得更好的效果 你不是氧化吗?我多放一点,让你氧化不完 我还看到网上说欧巴基采用了独家的超稳定 高渗透专利技术 使产品中的维C不会被轻易氧化 稍加按摩就能迅速被皮肤吸收 但也没有具体说是什么技术 相比之下,修丽可就是想了一些小点子 给维C找了一些靠谱的朋友来帮他 第五,保湿成分 除了刚才提到的多云醇,维生素E等 透明脂酸钠也出现在配方里 分别在欧巴基和CEF中排第九和第十二 除此之外,CEF还添加了干油和泛醇 这二者也都具有保湿的功能 感觉CEF真的是很注重保湿 确实是更适合干皮 我等容易长痘的皮肤 也确实不适宜用这么保湿的产品 第六,有可能制痘的成分 只查到一个有制痘风险的成分 也就是月桂醇聚米23 CEF和SCF都含有它,都排在第六 当初CEF让我长痘的时候我怀疑过它 但证据不足 使用SCF的时候还挺担心的 但使用以后感觉这个成分应该是被冤枉的 前几天看到SCF的广告 修丽可的研发者提到维生素E可能导致痘痘 因此导致我长痘的原因 更大概率是维生素E本身或者是CEF的高保湿性 第七,特殊成分 莴巴基没啥 PCF有根皮素 CEF有维生素E SCF有水飞剂提取物和0.5%的水氧酸 长痘的人应该都知道水氧酸 可以帮助去角质 而它脂溶性的特质也可以让它进入毛孔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胞内油脂的产生 还具有抗炎的功能 总之就是帮助驱斗缩小毛孔的 但是0.5%真的太小case了 我平时晚上都会用宝拉甄选2%的水氧酸 以前用0.5%的效果不明显 但是宝拉那款质地有些油腻 晚上用还行 白天没法抹 所以SCF这款 在白天做好防晒的前提下使用也是不错的 之前在平衡护肤那集有跟大家提到过 我使用维C产品 除了CEF 其他几款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我痘痘的发生 非常明显 因此 这款产品水氧酸的浓度虽然不高 但配合15%维C的作用 抑制痘痘的效果一定不会差 第八 香精 这几款唯一含有香精的就是欧巴基 它是一种类似于芹菜和柑橘的混合气味 挺符合VC的调性的 第九 成分的种类 PCF是最少的 只含有8种 其次是SCF含有10种 欧巴基和CEF都含有12种 都算是很精简的配方 第十 有些成分没有特别介绍 可以看我表格中的标注 上面是基于成分角度的对比 下面来说一些我的主观感受 首先我需要说明一点 我现在感受到的体量的效果 更多的时候是基于 我在猛然照镜子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皮肤还可以 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因为在两三年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感觉 就是你突然一照镜子就会觉得 皮肤怎么会那么差 或者说那么暗那么蜡黄 而且那会儿我经常听到别人对我的评价 就是说你气色不太好 但是最近已经不会听到这样的评价 其实最开始我认为VC产品 就是一个美白产品 现在我认为它更侧重于体量肤色 改善蜡黄暗沉 让皮肤看起来更健康 当你的皮肤更有光泽的时候 它看起来也会显得更白一点 从原理上来讲 维生素C确实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它并不能清除已经生成的黑色素 所以它更多的是预防你变黑 如果你想在你现有的基础上白上一两个度 或者是想要淡斑 那么我认为有比VC更好的美白成分 比如我最近了解到的清昆这个成分 它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美白作用的 你去看这种美白类产品的产品描述的时候 它一般都会使用像改善色素成绩 减少斑点这样的描述 使用的对比图呢也往往都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 着重在表现它肤色的改变 或者是斑点的淡化 但是你去看维C类产品的描述 它更多的是使用像抗氧化 提亮肤色改善肤色不均这样的描述 使用的对比图呢也是大概像这种的 重在表现皮肤质感的变化 而不是肤色的改变 所以我认为维C类产品更适合 用来全脸无差别提亮 改善皮肤的质感 改善细纹皱纹等等 下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吧 首先就是欧巴基和PCF这两款产品 我放到一起来说 因为我觉得它们俩的使用感受是非常类似的 上脸都有一种非常干爽的感觉 这可能和它其中添加了酒精 或者是变性酒精有关系 除此之外呢 它上脸以后很快就没有任何的感觉了 没有任何的残留 然后也没有什么存在感 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当然了使用的时候呢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延展性 脸加脖子 一般我大概要使用到89D 有的时候甚至要更多 在冬天这种比较干燥的气候下 使用它们俩会觉得稍微有一些干 所以我会在眼下或者是脸颊 使用一些凡士林 这两个产品都添加了多元醇这种保湿成分 个人感觉对于油皮来说 还是比较适中的 在这里想再提一下酒精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酒精非常的不好 它会让一些有问题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糟糕 但是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的护肤品 都是使用酒精作为它的溶剂 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说 如果我们不使用酒精这种溶剂 而改用其他的溶剂 也许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酒精是可以被人体代谢的 但其他的溶剂却未必 另外其实再说回酒精本身 它主要是因为它会挥发带走热量 所以也会导致一部分水分的蒸发 所以说它会让皮肤变得有一点点干 但是这种干呢 是完全你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保湿成分 去弥补它带给你的这种干燥感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酒精这个成分 其实是没有那么可怕的 再说一下变性酒精跟酒精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查到的大概也是说 变性酒精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会喝它 所以里边添加了一些苦味剂 让它不适于饮用 所以说本质上来讲 酒精和变性酒精是同一种东西 它的作用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酒精也没有让我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 或者是出现更多的问题 所以大家就见仁见智 如果真的非常介意酒精 那就避免这两款产品就好了 从气味角度呢 欧巴基是有一种柑橘加芹菜的味道 它也是这四款产品里 一个唯一添加了香料的产品 下面这款呢就是CEF 这一瓶大概是我去年买的 到现在也很长时间了 氧化的也差不多了 它上脸的感受呢就是非常的滋润 很快它就会有一种被吸收了的感觉 之后你脸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 它也不会有什么存在感 涂抹时候的延展性是非常的好 大概五六滴我就可以涂满全脸加脖子 即使是多用一点也不会增加它的油腻感 这一款添加了非常多的保湿成分 所以是非常非常适合干皮来使用的 但是油皮或者是豆皮的人就慎选 CEF的味道呢就是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一种 所谓熏肉的味道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闻啦 下面这个呢就是它的新产品叫 Cellar Marine CEF 这款产品跟其他几款产品的使用感受又有非常大的区别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种粘粘的感觉 有点类似于胶水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是一款非常有存在感的产品 尤其是最初使用的几天 我觉得它一上脸以后首先它是有一种粘的感觉 然后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夹在脸上 迟迟不肯被吸收 然后以至于我一整天我觉得我都能感受得到它的存在 适应了这两周下来 它这种不适感又逐渐减弱 它上脸以后呢有一定的延展性 但是没有CEF那么大 不知道是水洋酸去角质的作用 还是它本身比较干燥的这个原因 我的脸颊处有一些干燥的起屑 早上洗完脸以后是尤其明显的 所以我一定会使用一些凡士林 因此呢我看到有的人倾向于局部使用这款产品 比如说长痘的地方或者是有黑头的地方 那我觉得不如直接使用水洋酸就好了 原本使用维C精华的目的就是提亮我们的肤色 全脸提亮包括眼下 但是这款产品它会让我的眼睛有不舒服的感觉 尤其是在最开始使用的那几天 我一般使用维C类产品都是全脸来涂 现在我使用它会避开眼周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顺便改善我眼下的细温 这一点我也是非常的不喜欢 不过话说回来 我觉得我这个样本是不完美的 因为这款产品本身主打的就是去痘 如果你的痘痘非常的多 脸也是非常的油 那我相信这款产品一定会适合你 忍受一下它的肤感也没什么 但是像我这种偶尔长痘 黑头问题也只局限在鼻子周围 如果我局部来使用 显然会用的非常非常的慢 按照以前使用的频率 一瓶30毫升的量 我大概用3到4个月 如果现在只在鼻子局部来使用这款产品 那大概半年都用不完 大家也都知道VC类产品其实是对光和氧气非常敏感的 它是极易被氧化的 一旦被氧化变黄 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作用 总之就是VC类产品一定要尽快使用 否则就是一种浪费 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局部使用 Cylimarine CF这款产品 基于以上呢 我只推荐痘痘比较严重 可以全脸使用的朋友来购买Cylimarine CF这款产品 它里边的VC不仅可以帮助你 预防黑色痘液的形成 也可以帮助你抗氧化 提亮肤色 改善细纹皱纹 改善皮肤质地的 它其中的水阳酸 还可以帮助你消炎去痘 改善黑头 如果你是干皮 那请你一定要尝试一下CEF 它的配方也是非常的好 如果是像我一样的混油皮 偶尔长痘的人群呢 那就请你使用O8G或者是PCF吧 这两款从抗氧化的角度 我觉得是难分伯仲的 O8G是使用了更高浓度的VC 20%还添加了一些VC的衍生物 PCF呢 它虽然只有10%的VC 但是它还额外的添加了一些 像阿胃酸跟皮素这样的 辅助抗氧化的成分 但是从保湿剂的使用的高级程度 以及是不是使用香料这个角度来讲 PCF看起来是更高级一点 但是价格也摆在那儿 饼二纯呢 其实也不算差 所以大家自己看着买就行 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观看 我下一个目标呢 就是想尝试一下 宝拉甄选的VC精华 那款是相对平价的 但是它也有非常多的优点 最近看了宝拉自己写的一本书 对于它的一些理念 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 所以我也想看一下 他们家的产品 是不是真的比别人家的要好呢 好 好